各位朋友们 出大事了 山西太原老百姓闹暴动了 有上千老百姓上街游行包围了县政府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相关影片 在8月28日 山西省太原市杨曲县有几名学生对当地的一名13岁初一女孩进行了反无云道的霸凌 事发之后 由于当地警方未能及时处理 引发了受害者家长不满 到当地派出所讨要说法 有知情人士称 警方之所以未能及时处理 是因为施暴者家庭与当地公安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随着霸凌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 这一事件开始引发广泛关注 直到9月9日 开始有市民自发组织到了派出所门口 进行抗议 声援受害者 在9月11日晚上 抗议达到了高潮 有上千名市民聚集到了县政府门口 要求县政府公开严肃处理此事 事情闹大了 没办法 当地的官局局长只能亲自出面来解释这一系列问题 这位官局长说了 网络上所传播的那都是谣言 施暴者的家庭和我们官局系统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我们官局已经连夜抓捕了两名涉嫌造谣的网友 请广大群众们一定要不传谣 不造谣 目前这起事件已经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我们已将施暴的两名学生送进了公读学校 受害者家属表示非常满意 非常理解 接下来请受害者家属来说两句 大家好 我是受害女孩的家长 我是她的父亲 我们对于处理结果很满意 大家散了吧 散了吧 不要聚集了 没办法 既然受害者的父亲都已经不说什么了 老百姓们也就自然就散了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刚才的这起事件到最后闹得这么大 上千人到市政府门口去抗议 我想这起事件应该能够得到相对来说比较妥善的处理 最起码施暴的学生不会平安无事 最起码也要转学吧 受害的学生最起码也能够得到一点点赔偿吧 没办法 在中国 你没权没事 还能怎么样呢 事情闹大了 赔你点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非常非常多 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也非常非常多 要多残酷的全都有 不胜美举 就比如前两天我看到一影片 大家看没看过环珠格格 知不知道谁是戎嬷嬷 知不知道谁是紫薇 戎嬷嬷嬷和紫薇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 那就是戎嬷嬷拿大锥子去扎紫薇 大家看过的一定记忆犹新 但是这种事情也发生在了学生之间 而且是男同学用锥子去扎女同学 废话不多说 我们再来谈一下视频 我当时真的想死在我的学校里面 搭着我那个长针七八厘米的那个针 已经那个瓣已经快 瓣快完全的插进去 那个里面的肉已经完全就坏掉了 他特别的特别的疼 我当时已经留到了 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对错错了什么 他之前还不让我跪下给他道歉 我不知道我到底对他做错了什么 他就说他给我回来死亡道歉时 三 二 一 他说我不知他就拿那个针扎我当中卖着 让我去死 每次扎的时候他就扎人家说好玩吗 就笑着说好玩吗 还要试试吗 他转到了我们家 他一笑容他就当时就拱了我 自己告诉他让我被开除 他不仅是拿针扎了我218针 大部分针扎上锥子 不仅218针 而且他还给我自己的勾打 连着保密 用黄色的锥子 我们8月8号下午4点 把开了一个就是学校出入部的 关于这个试点的认定 这个这个这个程序 而且这个程序也是请示过他听到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程序来定性这个事 是不选行试点 这个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 根据认定的结果 我们采取不同的证件措施 参与的人员呢 上次也跟你讲过 这个生活学的部的人 德育口的校长 包括教学 然后我们练习也有律师 又排除所的这个民警 然后一块法证事认定 这样结果是 14个人投票 然后最后投了票 14张有效票 然后8张 就是认为不是 4张认为是 然后最后认定结果就是 非选行 但是这个过程都是有机会的 就是所有的投票啊 这个会计经过啊 包括票选的情况 甚至每张投票上的这个 呃 投票人意见 投票人原因 这个都有 大家听到了吗 人家校领导都说了 这不算什么 这不算霸凌 而且这个结果 是经过了我们校领导 进行了民主投票以后 才确定的 这不是霸凌 而且对于时报的学生 我们连臭份都不能给人家 我们要充分的保护 为青年人的合法权益 真的是让人难以想象啊 相关的照片什么的 大家都看过了 那个女孩的衣服都被扎成筛子了 那个腿上全都是针眼啊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大家肯定都非常讨厌癞蛤蟆 对不对 但即便是你有充足防护条件下 戴着防护手套 你拿一个追发 摆一只癞蛤蟆活活扎成筛子 两百多针 你下的是一个手吗 更何况你面对的是一个人 面对的是一个小女孩 怎么能下得了如此毒手呢 所以有的人啊 天生下的就是恶魔 但是更可悲的是这片土地 居然包庇袒护恶魔 所以从很早之前 我在心里面就定下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我最起码要让自己的孩子 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之下 所以现在我带着孩子 两个人相依为命 到国外来上学 说实话挺难的 但这一切我认为值得 最起码我孩子能够免遭这种毒手 最起码还有个说理的地方 谢谢大家